三年前 高雄的孤單上款開一間真高級的燒肉店 不過這間店 曾在臉書宣佈說 請他開始關門了 有否參館的民眾 請他進場都可以去退職 關航網站是表示說 材料儲勢還有身份 一定會增加 所以不對義 只好關門 高雄市六港局表示說 沒見到六港的情所 會繼續關心 標榜哥都實在可以吃到飽 這間開在巨蛋附近的高極行馬餐廳 兩千塊二十一年開幕的時候 就算一個人最關消費要重金一千塊 也許很多人來消費 已經停過 新冠費減期前期間 所以不肯定在臉書宣佈 一盒早上五點後要停職 沒贏過的餐廳 六盒進場都可以退職 像五十點可以退職 時間一到大問題要是乖 要主動農門跟廣州人員說才可以進去 卡電話給餐廳的輔助人沒人接 沒辦法了解到婚姻 不過他的面子說 停業是因為我們無料起序 昨天的壓力還有關小的成本 已經到零改店 生計怎麼辦 繼續營業嗎 暫停歇業 今天員工是不是都還會上班 沒有 我們到昨天 到昨天而已 去年要到了 傳挑鄉鄉田業 原工鄉驚要跟另外找頭路 六間又表示 目前沒有設定令和勒豬 正義的新手 會持續來關心 也很有顧著 在英文每一個改動 都應該以原工的 管業動作是優先的科隆 有勒動的管業 他們都可以來歡迎 現在王女廷口正準更不得